2019年5月,在广州举行的亚洲美食节,松南山首次提出了10种超级健康的食物。 其中核桃赫然在列。 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, 核桃具有补气养血、润躁化痰、易命门、立三交的功效。 其中的命门就是指的肾之命门。 每天尖吃13个核桃对肾大有好处。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一道核桃养生菜。 核桃这么做,没有一点苦涩味。 核桃好吃,何难开? 无有货源甲,低小分,金,有牛途,请多指教。 换家伙。 来个灯光。 其实用老虎前的这一圈也可以轻松把核桃夹开。 有专用工具那就更好了。 把剥好的核桃肉用100度的开水浸泡5分钟。 倒掉开水,用凉水稍微过一下凉。 用水果刀的刀尖轻轻地剥离核桃皮。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有苦涩味了。 准备配色红花椒一个去籽,切成零星块备用。 准备西芹一颗。 用刮刀把筋去掉,这样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爽脆。 稍微粗一点的西芹,我们可以把它从中间一开二,这样吃起来更加入味。 然后改刀成段,下面我们来调一个碗芡,一勺清水,一克白糖,生粉4克,盐1克,一起搅拌均匀。 炒锅加开水,加入植物油,倒入洗芹和红椒,焯水20秒,这样后期成菜更加的翠绿。 锅烧红,此菜要求全程高温,下入花生油,下入芹菜,辣椒,翻炒10秒,下入核桃仁,翻炒5秒,一克食盐,调底味。 最后,下入水淀粉,翻炒均匀,即可出锅。请点赞,转发,让更多的中国人听见钟南山的声音。